哈囉,拍一些工作紀錄 然後今天的工作是 做這個 曬衣架 然後材料擦乾淨了 底部它有那個擦乾淨了 很新喔,這海風買的 看來都很新 它比較貴啦,就是對洞的 有沒有看到,對洞的 我不太想 給人家做東西,然後又材料很髒啊,很亂啊 所以我目前進門,我覺得它腳缸最好 賣150的啊 我為什麼不買150 有110多塊了啊,100出頭,為什麼不買 就是品質啊 你看最下面,它是因為有站直的時候,下面有點髒髒,我剛剛把它擦過一遍了 整體也很耐用,因為我家裡的 我家裡的那個,就是用這個做的 那個 轉過來 我家裡的那個 那個 電視櫃就是用這個做的 失聯的 它材質不錯 我那時候要噴氣 噴調的氣 在室內其實不會生鏽 很好用 真的不錯 然後等一下就是 拍一些分享啦 好,就這樣子 OK 我這邊有髒髒了,等一下要擦一下 OK 拜拜,再見 好啦,那材料都搬進來了 看這邊 然後接下來架設 架設這個架子 先拍一下還沒 拍一下還沒施工前的樣子 不要太 太那個 還沒架設的樣子 我們現在來測量 來測量一下,等一下要怎麼做 做之前先要想像要怎麼做這個曬衣架 讓人家覺得好用 大致上是這樣子 哈囉 坐好了 然後就拍給大家看 這樣子 蠻大組 在衣角 它這個 色頭六十把 帶到裡面去 OK 要拍到人家的房子 就這樣子 然後製作的時候 地上都 會有那個要保護 因為限地 就這樣子而已 設計上這樣勾的 這樣勾的 有三段可以勾 好,這樣子 這邊比較暗 沒電沒當 不然腳槓 不然腳槓 其實會做自己會弄很好啊 重點是 通常大家都不會用 這個還要對動的 沒有想像這麼簡單 OK 再轉到這邊 整體就差不多這樣子 這個 光線比較溫暖 OK 就這樣子 然後裏面補牆 這個是要曬蓮貝啊 下一天呢 蠻好用的 好啦 好啦 這邊結束啦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 拜拜 再見